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级人士,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期货卫力哥来到我们节目,卫力哥好 千涵好,各位财经级人士的观众,大家好 马上就要进入到12月了,那离总统大选也剩6、7个礼拜而已 那老师,这种大选的行情,我们应该要怎么规划呢? 好,这个每年的总统大选,媒体都会预测说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行情会怎么走 是会一路往上呢,还是在大选之前会有一些调节的现象 众说纷纭很多的一个说法 那威力哥就用过去几次总统大选的期货指数的位置 做一个分析,那也顺便借此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首先各位在画面上看到的表格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资料是从2000年3月份的大选 然后来开始统计到上一次的总统大选 总共有5次 有5次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威力哥是将 这个大选那一个月的前一个月月底 这个期货指数的这个售盘价 以及这个大选之后的那一个月 4月份 比如说我们看到2000年3月份的话 那我们就是取2月底的期货的这个价格 然后以及选后也就是4月底的期货价格 来做一个对照 那我们从过去5次的这个总统大选的 一个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到 各位你去看 在前两次在选举之后 都出现了这个大跌的一个走势 那大家都会去猜说那为什么大跌 那后面的这个最近的三次 我们可以看到 他几乎都是一个 这个涨势的一个情况 那他又为什么会涨呢 总会有一个原因 所以威力哥除了这个 不管是这个谁当选 或者是这个政党轮替 或者说是回到技术面的部分 稍微做了一些各项影响因素的一个解析 结果我们发现说 其实选举的行情跟当时指数的位阶有关 如果在选举前一个月或选举那一个月 因为可能这个选情非常热 这个投资非常的踊跃去追逐股市的话 往往后续因为选举的过度的激情 往往会把这个指数推到一个 相当高的一个位阶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选举之后 激疫情退后就很容易发生风险的因素 因为我们可以看表格 前两次的大跌几乎都是在 这个月线 月的K线 然后我们用KD 12K12D 就是取12个月的一个区间 来做这个KD值的计算 我们会发觉说 这个2000年跟04年 他们两次的大跌都是因为选前的行情 有过热的情况 这个指标值在一个相对高的风险区 所以在选举之后 激情过后出现了调节的现象 最近的三次 08年 12年跟16年 我们可以看到KD的一个指标都在50以下 所以他并没有一个过热的情况 那2012年 尤其2012年 我们可以看到 他当时的这个指标的位置 是在处于一个相对的有一点点 这个超跌之后的这一个区域 所以在选举之后就上演了庆祝的行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这个选举行情 他还是要跟技术面来做一个搭配 所以各位在这个当下 尤其是这个目前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水位 因为这个美国川普 这个总统川普 跟这个中国之间的贸易谈判 多次的反散复复的炒作 指数已经到一个相当高的位阶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也要提醒各位 明年的这个1月的大选 要居高思维 要居高思维 那这样的行情要怎么规划 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单纯的这个股票的这个投资人 你可以利用 期货选择权市场的这个选择权 卖权 卖权的这个买方的方式 做部分的这个避险 那如果你是一个期货投资人 你想要拼这个选举行情的 你一样可以搭配 这个郊外的选择权 反向的来做部分的一个避险 那如果你是单纯的 想要针对 这个总统选举的行情来做布局的 那其实你也可以利用 选择权这个商品 去做买方的勒势部位 来做一个布局 那这个地方 当然你不可能去用州的 你可能要用远月的 或者是 你到这个12月份的时候 你再去做一个布局 相对来说 那个时间点也会比较恰当一些 所以 如果你还不知道要怎样布局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行情的 威力哥 也在此提供了 你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个投资人 可以在选择权市场上运用的方式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是 谢谢威力哥的分析 那想要交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脸书搜寻 其佛威力哥 或者加入老师的LINE 就可以了 那财经经事件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